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是小新L142021版 种种信息反应 它5500U其实就是去年的4600U 4600U的版本我已经开箱过了 这个机器我就迅速的过一遍 配置是锐龙的R5500U 6核12线存 16G内存 双通道 512的固态和弦 14英寸的高色域屏 16比9 14英寸16比9可是内容会比较少 也会显得比较小 实际的观感远远不如13寸或者14寸的16比10的屏 所以我很期待小新L14的plus版本 机器我是用Z码在罐网买的 比你们早一点的是贵100块钱 那我往常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YZZDN这6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DIY台式机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这机器也没什么好废话的 直接开箱 这是产品的各种信息 这是原封的风口 好久没开箱联想的机器了 甚是想念 纤灰色的A面金属 边缘的一点点割手感都没有 地壳清风口长长的脚垫可以把冷热风隔绝开 背后什么都没有 缝隙里面是出风口 右侧有两个USB-A口 这是SD卡槽 左侧一个C口 一个耳机 麦克 一个HDMI 前面什么都没有 看能不能单手开合 可以 这是凭开合的角度 四面窄边框 摄像头在顶部被贴纸挡住了 可能产线工人心情不好 贴纸都没贴正 屏上面有擦拭的痕迹 首发的机器不会有摸摸挡的 键盘的布局 这是长的电源键 手感没有 小小的触摸板手感都还好 键盘的手感也还行 甚至有一点点的段落感 机身的刚性还好也不重 电源适配器65瓦 Type-C的口 线长大约是2米7左右 机器1390克 电源适配器340克 一个笔记本在1500克以内就会觉得轻 在1000克左右就会觉得非常轻 它这个边框的高于低可有点多 会感觉到一点歌手感 星期第一次开机必须要插电 现在打不开 插电以后开机可以打开了 小型的logo 这是白色背光的键盘 键盘的背光的亮度是三段式的 我们会帮助你登录联网配置进来了 还是熟悉的夸腹 CPU6核12线程内存是3200的双通道 硬盘很好 是悉数的SN730黑盘 BIOS版本是14WW 14英寸的奇美的高色域屏 核显的是448的核心数 网卡是英特尔的WiFi6的AX200 正在装软件 现在CPU占用50级60级 目前MD核显里面最高的是512SP 我下班了还让它跑最费时间的 跑完了也没什么太多可对比的机型 我用小型pro的核显和机械革命的F1的核显去跟它对比的 MD的核显在工业软件上会更好 框框外面是一个台式级 那肯定会好很多就没法比了 内存43G每秒 96.8纳秒的延迟 更新的最新版本的BIOS BIOS 更新完毕 现在是15WW 右边这个是刚刚更新了BIOS的 3G缓程会高了100G 跑分的截图如果看不清的话 可以到工作号来看 下面是常规的跑分 你们知道我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机器汇总的数据 我这次对比的几个机器是小型L14的4600U 应该和它是最接近的 小型Pro13的4600U和机械革命的F1是i5的11300H 再就是小型Pro14的i5 1135G7 跑分完毕以后 基本上就可以了解这个机器的卡位和表现了 我看了一眼4600U的核显是384 5500U的核显是448是有提升的 这个机器是两个USB A口一个C口 C口插的电源 两个A口一个插的我的移动硬盘 移动硬盘对于供电会要求高一点 我就直接插在机器上的 一个鼠标和U盘是插的USB Hub上的 这种机器你们平常被一个USB Hub还是有必要的 R15是1302分 R20是3023分 通过跑分可以看得出来 CPU的性能是全面超过英特尔的i5 它的核心处高 毕竟是6核12线程 两个i5是4核8线程 单核性能比i5差了200分 跑分稍说差于4600U 这MD也跟英特尔学会了往回吸的技能了 30轮R15跑完了 最大值1268 最小值1159 差值是108 最低值也比i711370更好 我会把之前的4600U的表现也拉出来 你们也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差异 鲁达斯的总分是23万分 CPU是17000分 核显分比较高 51500分 比4600U的核显高了1万分左右 用PR导出视频 61.8669秒完成 和机械革命F1的i5 11300H差不多的速度 这次选择了核显加速 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核显有占用 56.6307秒完成 几乎不算加速 相对的PRG类软件还是更适合英特尔一些 234秒完成 比两个4600U的慢了几秒钟 比两个英特尔i5的机器要快了很多很多 那两个机器跑到300多秒 古墓丽影1920×1080最低的画质 勉强能跑 平均25帧肯定不能玩的 只是了解一下性能 4颗星条英零电打开的过程中也是很吃CPU的 而且我也在恢复游戏也是很吃CPU的 1920×1080最低的画质 这种大桌肯定也是不能玩的 毕竟一个核显 只是作为数据的取样 这个地方有点像夏尔人住的地方 魔界里面的 很快就跑完了 平均20帧 3DMark CPU是4990分 显卡是973分 确实比4600U高了100多分 硬盘3240分 其实断网以后跑分会更高一些 没必要了 单烤CPU刚刚开始 现在3.04G 73度 只烤机一点点时间 现在7分28秒 CPU76度 25瓦 3.01G 环境温度21.2度 菜线板上49.7瓦 人的位置41.8分贝 机身上48.6分贝 还好只是风扇的沙沙声 左手腕托30.8度 右手腕托是25.8度 双烤时CPU是25.9瓦 73度 2.75G 核显的频率在1.0G左右 67度 单烤显卡是1.8G 这个频率很高 并且温度只有48度 50度 DOTA2的直播1920×1080 最低的画质现在是70几帧 最高大概是92帧的样子 CPU44%的占用64度 3.84G 核显1.65G 64度 在这里帧处可以跑到100帧左右 绝地求生这是1920×1080 最低的画质 进来以后33帧 28帧 能够跑 但是感受其实是很差的 我在改分辨率的一瞬间 闪退了 进来已经死了 再观战吧 不行 观战只能看帧数 不能感受操作 重新开了一局 分辨率是1280×720 降低了分辨率 现在帧数能有100帧左右 现在操作上就会跟手很多 落地的一瞬间41帧 我还打死了一个人 还在动 还是个女的 能玩帧数在60帧左右 画质一般般 我再试一下1280×720 3级智会怎么样 帧数还好 其实也没有降太多 但是会有不跟手的感觉了 这种不跟手肯定会影响你游戏感受 并且会影响你战绩 这种机器最多玩游戏的话就是英雄联盟 1920×1080 最高的画质 进来以后我们看一下帧数在125帧 发生了战斗以后 现在也有110几帧 120帧 操作感受也比刚才英雄联盟好很多 是那种比较明显跟手的感觉 CS GO 手王先锋这些 只要是不要求画质 肯定也是可以玩的 我就不试了 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 其实蛮奇怪的 为什么轻薄本都比游戏本效果要好呢 试一下这样的效果和麦克风的收音 屏幕亮度 305 287 293 299 295 300 293 280 294 机器内部也没什么好说的 两条热管 一个风扇 这边是无线网卡 硬盘 电池55Ah 两边是扬声器 这里还有一个MR口 未来可以用于升级 内存不用看 肯定是板载的 没什么好说的 DQ是金属的 有兴趣可以把硬盘的温度传给DQ 5500U这个CPU约等于一个i7的10750 比昨天i7的11370要好 对比上一代的4600U它不是完全的马甲 CPU略有一丁点下降 核显的性能会明显有提升 我买的价格是4099 你们买可能是3999吧 就这个价位段很正常的机器 我迅速结束开箱下一台 最后开箱机的折价减300块钱 就是3799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有一定的使用痕迹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阵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搜回选可以找到这个机器 这期所有的图文和汇中的表格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是YZZZDN这六个字母也可以搜中阵电脑 惠普的站66 5600U也到了 我马上开箱